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农历八月了 在上个月农历七月的时候 很多民众家里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像是祭祀 还有普渡等等的一些文化活动 那无论你认为说农历七月是属于鬼月 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吉祥月呢 基本上都是和神鬼还有祭祀脱离不了干系 因为在中华文化传统上面来讲的话 古时候人类他们对于一些自然事物不太了解 就会产生敬畏的心情 再进而演变成崇拜还有信仰等等 比方说拜日、拜月、敬鬼神还有祭祖这些都包含在内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这一块 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农历七月 还是会以伦历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今天讲的也要讲个伦历吧 金金金金金 没事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鬼故事 只不过是鬼的文字故事 嗯嗯嗯 你看到我手上这一本说文解字柱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这里 鬼故的字 这里面一共收入了17个关于鬼故的字 哦 这里面是看起来黑 这里面是因为它有 哦 没错这就是属于文学的sense sense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字看到的就是鬼 在书上面写说呢 人所归为鬼 等于是说人最后的归宿就是死亡之后就会变成了鬼 那它后面还写到鬼 鬼的音气呢会害到人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在古时候的人呢对于鬼 其实是带有一种畏惧的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字的话 它们的根本就是这个鬼这个字 对吧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些文字呢 它所有的部首都是鬼故 第二个字呢它很有意思 它叫做神 就是在鬼故的右边它有一个申请的神 它的意思呢就跟我们现在所谓神明的神是一样的 它就是这个字的一体字 这个字的意思是神 可是它有个鬼故所在里面耶 没有错因为有一派学者他们认为说 故事后的人民呢对于神和鬼之间的区分 好像没有这么的细腻 所以呢不代表说所有鬼故的字都是四面的意思 像这一个就是很好的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字它其实就是带有正面意思的鬼故的字 那第三第四个字我们可以一起看 它是魂魄 主要呢它们写的是人的精气 在生的时候会附在人的身上死了之后就会离开 而其中呢这个魂它是写阳气或是写阴神 我就是以为分了很多比如三魂七魄 我觉得大家很常讲 就是从道教的观念上面来看 那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比较细节的地方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说 那我们从其他著作当中可以看到是说 父行之灵为魄 父气之神为魂 所以他们认为说魂是阳气 会构成人类的思维 那魄是阴气 主要是构成人类的感觉形体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有一些人他可能 恍神了我们会说他死了魂 哦这样就很懂了 就是你精神很呛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文艺的形容 没有错那以前古代人他们会讲说 讲阴阳调和 所以呢如果你的魂破呢它是很协调的话 你的人会很健康 那在你人死掉之后呢 你的魂会往上归于天 破是归于地 那第五个字呢我们要讲的字叫做赤 这个字呢它写的是叫做厉鬼也 厉鬼就是有一种可能强势不讨喜的意味 像是恶鬼和绝后之鬼 在左传当中有记载哦 春秋时期的郑国 曾经发生过一个厉鬼之乱 那个时候呢就是民间一直在传说 有一个郑国被杀掉的公亲叫做国友 他出现了他要把另外两个叫做四代 还有公孙段的公亲也杀掉 结果没想到过了没多久 这两个公亲还真的都死掉了 他跟现在鬼片一样还预告说 哦我要杀人了哦 是这样子的 资产当时的理论是说呢 厉鬼如果可以受到别人祭祀的话 那他就不会再是孤魂野鬼 就不会是厉鬼了 所以他就把国友的后代厉了关 让他可以被人祭祀 我觉得这位政治家很有智慧 给他真的感 第六个字呢叫做虚 他其实看起来有点厉害 他是会在五行当中慢慢的消耗你到封锁 哦是盛亏那个有推吗 其实在相关文件上 比较常看到的是说 他是会虚耗你的钱财啦 那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在讲说 唐玄宗他曾经梦到有一个小鬼 来偷他的笛子 还有杨贵妃的香袋 他就问那鬼说你是谁 那鬼就说我是虚耗鬼 我专门来偷钱偷欢乐的 然后最后呢是被中鬼给收服了 我发现这种捕带鬼很爱自我介绍耶 那是deuce 对好像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非常舞台大道 有礼貌 第七个字呢叫做拔 拔是汉鬼 相传他的出现呢都会伴出的汉灾 这鬼听起来很有故事 对其实在山海经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记载 是皇帝和赤友在大战的时候 其中有一场啊是皇帝他找应龙来帮忙 那应龙他是去积了很多的水 结果吃友呢就去找风伯还有雨师来一起助阵 然后让大战帝就下大雨啊 那皇帝后来就找了一个女拔 结果呢雨就停了 但是因为女拔呢他就耗尽着神力无法回到天上 他就一直留在人间 所以说他后来住的地方也都出现了汗灾 只要他去哪里都有汗灾 所以有男拔吗 第八个字呢他是媚 这个媚字呢就是魅力的媚他的一体字 那在梭文当中他写的是老物经验 所以代表说这个字所指的鬼并不是人变成的 而是物变成的 哦其实这个鬼听起来很老经历 我觉得 嗯他有点类似像是修炼千年的树木啊 修炼成精的这一种概念啦 那接下来他第二个意思呢 还有迷惑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常说这个人很有魅力 代表说他会很吸引人啊 那我们也可以推测说呢 这一种鬼他是由山林之气混化而成的 而且他很擅长迷惑别人 好第九个字他叫做忌也叫做齐 他念第一个字叫做忌的时候呢 他是鬼穿的衣服也就是死人团的衣服 不过这一种说法我是比较少看到 我比较常见的是第二个字他念的齐的时候 是叫做小儿鬼 哦是屁还可疑是吗 小儿鬼他其实以民间故事来说呢 他很喜欢出现在小朋友的房间里面调皮 让小朋友晚上睡不好觉 所以以前早期啊如果小朋友在半夜 不是因为肚色或是生病等状况 然后开始哭闹的话 有一些长辈就会说啊 他可能是碰到这种小儿鬼啦 如果是我朋友碰到的话 我们就会跟他说他的小朋友 家小朋友 啊 第十个字就是呼 它上面写的是叫做鬼帽 就是鬼的样子 那我光看这个字 其实我想象不到鬼是什么样子 那我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不过其实我还蛮想知道 就是以前人想象的鬼 跟现在电影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其实有一些古代无法解释的科学状况 或自然现象啊 他们就会认为是有鬼神的存在 比方说打雷是雷神啊 汗灾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或者是一些什么山林精怪啊 之类的神鬼的这种角色都很多 那这些东西呢 在山海星里面我们可以常见 他还会有叙述说他的长相怎么样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说 今天的鬼故事还有趣吗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意见 或者是有不同的见解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没错 而且还要记得看下一集的鬼故事 然后一定要订阅哟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